你 别动 我动他手 别动了 别动了 你师父 师父高伍 手管不良的 你再提我一下 你再提我一下 我想挑战一下 我的软肋 曲中里面 有坏人啊 范伟作为我们的开心果 过去一直活跃在春晚之中 他口中的段子也流传了好几年 那个时候 赵本山 宋丹丹 陈佩思 范伟这四人 已经成为春晚小品中的代表人物 特别是范伟 憨憨的形象 配上自带的土味口音 一度成为大家的开心果 在观众们已经习惯了有他的春晚后 他却突然选择退出 对于范伟的退出 大众们虽然有很多猜测 但不管什么样的谣言 也都在范伟亲自解释之后 不攻自破 05年的时候 我上去就错了一句词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可能是我到了 到了极限了 就是那种压力到了极限了 到最后 后来第二点 就是06年开始 我就 就开始不上了 上不了了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台上的风光是需要台下不断的 汗水与泪水做支撑的 1978年 一个16岁的小伙子跪在地上 一脑袋磕下去 朝着面前的人喊了一声师父 自此 范伟正是进入相声学徒的行列 而他跪拜的人 正是当时31岁的 沈阳曲艺团演员陈炼忠 范伟出生在1962年的沈阳 戏剧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 范伟出生那时正值文革 没怎么读过书的他 在相声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天赋 有的只有一股子傻劲和热情 在乡下表演的那些年 有时候在台上讲着讲着 就有鹅子飞到嘴里 为了表演的顺利 范伟只能硬生生的把鹅子吞下去 1983年 范伟考入沈阳曲艺团 开始自己写台本 1993年 范伟以作品要账 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和创作二等奖 现在的范伟已经是一名娱乐界的大半 这和赵本山是分不开的 1995年 范伟和赵本山合作演出的小品 《牛大叔提干》 让范伟正式转为专业的舞台演员 也开写了范赵的《黄金十年》 小时候你出戏 是吗 你代表他才是出戏啊 脑袋大合得出 不是大款 你叫火夫 在2005年出戏 范伟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 在春晚上说错了一句台词 让他正式向赵本山提出离开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极限 退出春晚舞台的二人 也慢慢的渐行渐远 面对观众的提问 范伟也只有一句话 非常感谢本山大哥带我上春晚 多年后 连岳云鹏都开了窍 范伟还坚称自己不适合干相声这一行 范伟在进军春晚时 也不忘给自己将来打基础 常常前半年拍电影 后半年排练小品 他将他在小品中带给人们的 憨傻幽默的形象 移植进电影情节之中 创造了他独特的范式幽默 打造了不少清点形象 在电影《天下无贼》中 他的那句 竟然比电影都火 2016年 范伟参演了一部 被誉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看懂的电影 《不成问题的问题》 一举获得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范伟老师不成问题的问题 大概与他敏感细腻的个性相关 他对小人物的把握和拿捏恰到好处 虽然创造了这么多的成就 但范伟最热爱的还是生活 喜欢做饭 喜欢休息 喜欢生活中的那一点惬意 热爱 生活比演戏还热爱 今年七夕上映的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上升势头强劲 票房竟然超过了票房冠军800 虽然只有两天 但烂片的本质无法隐藏 整部电影可以说是范伟一个人 靠他影帝的演技之称 据说电影《求求你表扬我的导演》 黄建新是这么形容范围的 敏感细微体会再现 这是人类情感里最脆弱的部分 也是做演员最宝贵的品质 这些范伟全部具备 也正因为这些特质 成为范伟演艺创作事业中的助理 让他在大营幕前大放异彩 成为一名实至名归的金麻将营地 这打火机长火火火以后啊 见着客人擦一下没没没不了了呢 这这都都都得注意啊 保安这块啊 咱都属于道士道士 哦